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起皮卡索 除了他的话之外 其实我想说一说他的感情生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其实皮卡索 或者这样说 他和Wangrove是两个极端 Wangrove是没有人爱他的 他就是有很多女人爱他 有名有姓的 你都可以名字到六个女人 无名无姓就无数那么多 因为他有九十多名名 我就说一下他有几个女人 特别出名 因为其实你会在他的画作里面 都见到他很多是画一些女性 其实很多都是他身边的女人 我可以这么说 其实皮卡索是一个 我们现在叫什么名字 香港女生叫 那些叫宅男 什么叫宅男呢 其实他对女人真的不太好 他喜欢你的时候 他很喜欢你 很爱你 但他不喜欢你 他即便你 然后又经常一脚踏几船 他去了巴黎 十九二十岁 他在那边生活 就遇上了一个模特 一个Lemo 或者你这样叫Lemo 那个Lemo 当然很美女 又很喜爱 很喜爱 很喜爱 总之很美女 很吸引到他 就是画画 所以在皮卡索的画作里面 其实有很多这个女生出现 他的名字叫Olivia 在他去巴黎的时候 他就画了很多这个女生的画作 那段期间 稍后我会说 就叫Rose Period 一个粉红的时期 但皮卡索 我说他是宅男 竟然和这个模特 就是巴黎 就是巴黎 又追了她的闺蜜 就是那个女生的好朋友 那是不是很贱 就是你跟别人 巴黎就追了她的朋友 那样 那就叫Eva 其实他也很爱这个Eva 其实说 但是就 也有画很多他的画 但是其实也不会忠心于他 当然 其实我说到这里 我想是一个人的 不要介意 刘X雄 这样 我都听过 他很多的 就是Juicy 他也是一脚搭几船的 虽然很爱一个明星 但是他也可以同时间有几个 那皮卡索正正就是这个风格 他追了这个Eva 但Eva 后来就很快病重死了 几个多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